各位先进大家好 那主席是不是可以请林秘书长 那林秘书长请 判官员您好 秘书长您好 秘书长对于司法改革 我想是全民共同的一个期盼 那基本上 对于司法改革 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有主观跟客观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马英九先生 实际上在上任的时候 也非常关注司法的改革 因为这也是要符合全民的 共同的期待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元首 关心支持 这个很重要 但是直接带领参与 我觉得本习也岂岂以为不可 为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虽然希望司法改革 但我们还是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要不然的话 这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国家体制 基本上反而会有 直接我们担心黑手白手 参进去的可能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 并不是全民的一个期待 那实际上在这个 整个司法改革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要项 其实我们看到 一直朝着这样的一个速度 在迈进 那当然当时我们 谢文定委员长 当然秘书长 我们也很期盼 因为他调和鼎奶 沟通协调 可以说是难得少有 但是我们林秘书长上任以后 我觉得看到这种勇于认识 积极努力 这样的一种作为 我觉得真的要 也要给予肯定 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努力 一天当三天用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很多的相关的法案 都陆续的在推动 尤其像这个我们的法官法 我觉得真是非常重大的突破 但是明年才开始陆续的实施 那我们将来也希望 所有的这个状况 这个进程啊 每半年能够 我们一起来共同研讨 就像刚才柯总招所说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一起来为这样的一个 这个时代性的使命 来共同的努力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个对于像我们现在 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啊 这也是我们司法改革 一个重要的要项 那像我们这个判决撤销 呃我们还要去处罚原有 为什么当时裁判的机关 等等啊 那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个行政诉讼 也希望各级法院啊 都能够就是服务民众 因为将来这个政府 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啊 越来越密切 这样的案件 我们也预期 未来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也在这样的部分 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正 但是我们也知道 因为将来这个交通裁决 也直接放到行政法院里面来 那将来这个案件 因为非常的庞大 我们避免司法资源的 一个浪费 所以我们对于 这样的一个 呃如果要进入 我们司法程序的话 我觉得要着收 这个基本的 这个费用啊 我个人是赞成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 交通裁决 这样庞大的数量 认为透过司法 是他必经的途径 而且不要钱 所以每一个人都经过 这样的途径 造成我们司法的浪费 我觉得这样的话 是非常可惜 跟遗憾的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 如果只是为了数字啊 那我觉得 呃如果我们对于 所有要进入 这个行政法院 都不要钱 那对于一般民众啊 守法的人来讲 呃也是不公平的 如果他不缴裁判费 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还是要全民共同来承担 这所有的费用 所以我想对这一部分啊 我们也期盼 因为现在已经在协商了 也希望我们柯总招 还有民进党团啊 能够对这部分 是不是能够以客观的立场 能够予以支持啊 那我想在这里 也特别的这个提出来啊 还有呢 我想今天大家啊 关心很多的这个议题啊 那这里面也呃 包含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官审制啊 原来是参审制 但我想要先从官审开始啊 这样一步一步 但我想这个实际上 呃一百年的年初 呃您到任以后开始关心 八月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啊 对于这样的一个草案的委员会 并且呃也开始试的 这个有一个建议方案 就人民官审事情条例的一个草案 也希望在一百零一年 完成立法后来正式实施 也已经指定了我们士林 跟这个嘉义的地方法院来实行 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开始 但是你如果一步到位 未必是大家最希望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要经过一个实行 我们再来做一个 比较呃客观超然的一个 呃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考量啊 那呃再一个呢 就是对于家事法 因为我们自己呃 把这个少年及家事法院 这个既然我们的组织法已经过了 所以对于家事法我们有非常非常高的期待 其实对于这一次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家事法哈 呃我个人认为里面有非常重大的一些突破 呃我个人认为里面有非常重大的一些突破 所以我对于我们司法院有能有这样的见解看法 甚至承担更多的责任啊 呃而且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呃这个改变啊 我个人其实非常钦佩 我觉得非常难非常难 其实这也是司法改革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想对这一点我也要这个这个提出来 就是说我个人是非常的支持 但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来讨论 但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会期的确啊 只剩下大概十个星期 所以两百多条的法案可能没有这么轻松 因为还有预算案 还有原来要审的法案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啊 能够这个呃一起来关心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成立家事法院 那我们现在是先把它放在少年级家事法院里面啊 来做 那将来对于这部分是我们的期待 那既然是期待 我们也希望大家关心一起来支持啊 那呃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法福基金会的部分 好 那我想因为法福基金会董事长 吴警方吴董事长也在这里 好 但是呃 刚才秘书长也讲了 我们现在司法院 我们就是希望司法院要关注 因为这也是重要的一环 是 我们当然对于没有资历 对于法律要给予他公平正义 这是我们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期待 但是呢 这个有限的资源绝对不能滥用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说我们既然这么重视司法 但我们司法的预算实际上啊 在这个整个庞大需求上来讲 其幅度还有增加速度实际上是不足的 不足以应应 所以大家是非常辛苦的哈 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呢呃我们这个法福基金会 一年将近是呃九亿啊 今年是九亿两千五百六十九万四千元啊 这个预算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庞大的预算 相当于我们司法院本部的总预算 非常庞大 非常庞大 所以我们希望能珍惜每一份社会资源 还有在国家财政困难的前提下 我觉得是要非常的审慎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个共识 包括我们卢委员也提到 要优秀的法这个律师来做嘛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全职的律师 当然我们吴董事长上任以后 也非常积极的来做很重要的调整 但是呢我觉得人人就不足了 因为现在我们专任的律师啊 目前啊又增加了 现在可以到十三位嘛 十三位 那但是呢我觉得啊 这个既然你专任的律师 必须要有两年以上的经验 我建议 因为我们现在律师考试又比较放宽 所以人数也比较多了 因为没有经验的律师 现在我们的法福基金会 不是一个律师的培训所 所以呢 我希望所有法福基金会的律师 都要有两年以上的资历 才能做公众服务 来为人民伸张正义 而且他不仅是要两年以上 还要这个所有的记录良好 而且足具有专业的知识能力 才能担任 而且那时候我一再讲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 到时候我们法务部部分 到时候我们再来要求 为什么呢 优秀的律师 就是应该做社会公益 对不对 我不晓得像我们顾大律师啊 顾律雄先生 有没有担任我们 法福基金会的义务律师 他还满一年服务几小时 是不是请吴董事长 有没有 没有 其实我今天不是对顾大律师有意见 因为大多数大律师表示 他非常有能力 有能力的人 我们是希望他要多来参加 法福基金会嘛 做医护的辩论 医护的辩护 来为这些善良的百姓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些资源 我说如果都是民事 刑事很少 然后呢 民事如果我们只是 对于 因为我们明文也规定 对于法人及机关等团体不予辅助 但我们不能变成行政院的一个单位的下属 法律这个服务单位 这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接受的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部分 我希望还要这个继续的加强 因为我们希望 因为这是在我们司法院下的一个基金会 所以司法院一定要配合整体的 司改的部分 一起来关注 不要认为它是基金会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两席董事是少了一点 将来希望能再多一点 为什么呢 能够做一个整体意见交换 并不是要去掌控法福 但是你如果的司法体系政策 能一以观之 它的效果效率 效能才能得以发挥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 我希望民事长能多关注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请这个 吴董事长是不是认为 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些辩护的律师 不是登记 你有律师资格 登记你就可以做法律辅助 这个我觉得啊 是不是应该做适度的调整 是不是至少要两年以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所有的 律师的经验还有记录啊 两个好才行 因为他没有变 根本没有做过律师 没有实行过 我们就让他来为大家 变成一个实习场所 我想这个是不宜的 是不是请董事长说一下 谢谢委员的指导 那我们的想法 其实跟委员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那么司法院呢 他其实也能接受我们的想法 所以在今年 春天的时候 在讨论我们明年度预算的时候 我们董事会是通过 希望司法院能够让我们的 专职律师名额 由现在的18变成24 但是因为政府预算紧缩 所以司法院没有答应 所以今天送大院审查的 我们还是维持专职律师是18位 那因为专职律师 他是领薪水的职员 所以我们可以控管他的辅助品质 他是领薪水上班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持续的拜托司法院 是不是给我们多核定名额 因为这是真正能够管控他品质的 那至于外面的 全国有6000多位律师 有将近2500位是 来我们这边登记 愿意做法服律师 我们实际派案也很严格 我们真正派案的只有1900位 其他我们觉得有问题 是不敢派案 我们透过那个行政管控 没有派案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公平派案 其实我们有一点行政管控的 董事长 我是想说 您是不是能够对于担任法服基金会律师 有个资格上的限制 原有的资格限制是至少要律师 连资两年 那有一种声音是希望放宽 可是我们不准备放宽的 现在有吗 有 两年有执行律师业务 有这个辩护经验 现在所有都有吗 专职律师啊 不是 我现在不是专职于所有的律师 那两千多位的辅助律师 目前是没有 所以我现在是要求辅助律师 要有资格限制 好 了解 您可以做得到吗 好不好 我们到时候可以做附带决议 因为这样才能够确保品质 因为我觉得我们希望为人民伸张正义 他要有足够能力 是最好最优秀的律师来做 这个才是我们希望的 好不好 所以至少也应该要 同样的要求 谢谢